我他妈被人杀了 直到凶手气喘吁吁的摘下帽子 竟然是女友柳如烟的男闺蜜林池 今天上午我提车 柳如烟带着林池一块来了 说是来给我庆祝 我对柳如烟还这个所谓的男闺蜜一直心有不满 但提车是高兴时 忍着没计较 中午在饭店吃饭 林池一脸羡慕 纪哥 你这车真好 念念下班 我能借你车去接他吗 念念全名叫李念 是他的女朋友 我笑了笑 不好意思 车不外借被我拒绝后他也没不高兴 只是恋恋不舍的盯着放在桌上的车钥匙 下午柳如烟单独把我拽到一边 问我 纪博达 你这车多少钱 落地五十万 我奇怪的看了他一眼 你不是知道吗 他表情有瞬间不自然 阿尺老大不小了 也没买车 说你这车挺好的 他也想要 那就买呗 他又不是你 哪来那么多钱柳如烟没好气的动物 我和他关系这么好 反正你现在也有车开 新车就便宜点卖给他 我简直不可置信 柳如烟 你有毛病吧 我上午提的车 自己还没摸热乎呢 那我跟阿尺说再给你开一阵子 咱们都是朋友 你别这么计较 到时候你开个几星期再卖 也就是二手车了 价格差不了多少 我气得想笑 他打算花多少钱买 你知道的 他出身农村 家里也没什么钱 最近还想买房 柳如烟表情有点不自然 咬了咬牙 三万 你看怎么样 多少 三万块 想买我五十万的新车 我就笑出了伤 柳如烟 你看我像傻逼吗 你要是嫌少 我让他再给你加五千 三万我不能再多了 那干脆我把车白送给他 再添两万油钱柳如烟皱眉 你说话能别阴阳怪气吗 阿尺没欠你的 我就怒了 我欠他的了 阿尺对我那么好 他想让你便宜点卖给他怎么了 又不是不给你钱柳如烟理直气壮 我还是不是你女朋友了 这点要求你都不答应 你就是我妈我也不能答应 我看你就是不尊重我朋友 瞧不起穷人 你没事吧 这和尊不尊重有关系吗 他毫无预兆地发了火 反正我不管 你不同意卖车给阿尺 我就跟你分手 我火气也上来了 随你 柳如烟红着眼睛就跑了 凌迟跟在后面追 我真的气到肝疼 当天晚上睡下没多久 就被凌迟一郎头敲死了 他确认我没气之后 大摇大摆地拿走了我的车钥匙 我的怒气直冲天灵盖 怒吼着扑过去想掐死他 身体一次又一次穿过 徒劳无功 发泄的方法除了满屋子乱窜怒吼 一点办法都没有 冷静下来后 发现凌迟开着我的车走了 我连忙追了上去 直到此时 我才反应过来 凌迟是用钥匙开门的 是柳如烟给他的 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如坠冰窟 整个人不受控地发抖 就因为我不同意卖车 柳如烟就和凌迟和起火来把我杀了 我和柳如烟在一起三年 感情一直很好 直到他这个所谓的男闺蜜出现 才开始频繁吵架 原因无他 都是柳如烟对凌迟好到一种 近乎没有底线的程度 平时也是随叫随到 因为凌迟 我们争吵了无数次 但三年的感情 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我没想到柳如烟会提出 这么离谱的要求 更没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收尾 我浑身发麻 崩溃而痛苦 忍不住想找到柳如烟问个明白 跟着凌迟回去 果不其然看到了柳如烟 他见凌迟回来 盲问 怎么样 纪伯达同意了吗 同意了 凌迟冲他晃了晃车钥匙 凌迟说白天对你说话太重了 很对不起你 已经同意把车卖给我了 我气得破口大骂 这鬼话柳如烟都信 算他识相柳如烟扬了扬下巴 很是不屑 我们又不是白拿不给钱 他一个大男人 至于这么抠嗖吗 临时笑了笑 一脸谦虚 如烟 别这么说 凌迟好歹是你男朋友 那又怎么了 你是我朋友 他不帮你就是看不起我 这是交易又不是乞讨 他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给谁看 柳如烟理直气壮 阿迟 你尽管拿去开 我就不信他敢说什么 我冷笑 好一个不是乞讨 柳如烟也是出身农村 我由于家里条件还不错 一直担心会因为消费理念产生矛盾 尽量紧着他 没想到就换来这么一句 我算是看明白了 柳如烟并不知道 临时是把我杀害后拿走的车钥匙 而是认为我忠于妥协同意卖车 得知我服软后 柳如烟频繁看手机 我和他的聊天页面 依然停留在上午 他不由皱眉抱怨 就知道不分场合虾吃醋 脑子有病一样 真不知道他爹妈怎么教的 继哥可能睡了 临时看了看他 如烟 你着急回去吗 继哥喝多了 确实需要人照顾 谁惯得他臭毛病 柳如烟不耐道 我才不回去 他最好死家里 临时明显松了口气 我听了直冷笑 托柳如烟的福 我确实是死了 只不过是被他这所谓的男闺蜜害死的 第二天我仍旧没有发微信道歉 柳如烟明显心不在焉 几次看手机 样子越来越烦躁 临时一脸愧疚 如烟 别着急 继哥可能心里有气 都怪我太不争气了 连个车都买不起 还得让继哥帮忙 我真的气到原地蒸发 从前就知道临时不是个好东西 但没想到居然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我们从小出生在农村 他是城市里长大的 有钱就应该互帮互助 哪有他这么抠门的 柳如烟愤愤不平 抬手就给我打电话 我倒要问问他 是不是昨天和你说什么了 别 如烟 继哥真没说什么 临时满脸哀求 对不起如烟 是我自己不争气 他果然和你说什么了 柳如烟勃然大怒 不顾阻拦的要给我打电话质问 不就买了他一辆车 我们人穷之不穷 他至于羞辱你吗 羞辱 他这种不要脸的程度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电话意料之内的没有接通 柳如烟连续打了好几通 气急败坏地骂道 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闹脾气 还是不是个男人了 如烟 你别生气 继哥一定还在气头上 临时给他倒了杯牛奶 千万别因为我和继哥志气分手 婶子要是知道了 一定会骂你的柳如烟的母亲 一直对我很热情 三天两头邀请我去吃饭 她不就惦记我的彩礼 给我弟弟买房吗 柳如烟语调嘲讽 她有真正关心我 过得好不好吗 婶子确实做得不对 临时把她抱在怀里 如烟 你不知道看你这样 我有多心疼 呜呜 阿迟 只有你对我最好柳如烟埋头痛哭 样子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我冷眼看着这对狗男女 感觉讽刺至极 恶心至极 蠢货 活该被临时耍得团团转 许久后柳如烟才停止哭泣 对临时道 阿迟 我今天要上班 你开车送我吧 啊 临时满脸为难 可是我答应了宋念念上班 要不你今天打车去 等明天我再送你 柳如烟有点不高兴 但什么都没说 而是发微信 让我给她五十块钱打车 我气得发笑 没有回复 她咒骂我脑子有病 闹脾气还没完没了 她以前上下班都是我接送 现如今没了我 凌迟靠不上 她又不舍得打车 费了半天功夫 坐公交去了公司 结果因为迟到 被扣了五十块钱 柳如烟更加生气 躲在卫生间发微信怒骂我 说她今天迟到 都是我的原因 让我赔她损失 健方狠话威胁都没有回应 她气得直接把我拉黑 打算下班回去找我算账 我现在倒是想看看 她发现我惨不忍睹的 尸体时的反应 好不容易等到下班 柳如烟迫不及待 打开打车软件 查看公司到我家的距离 这么贵 她正犹豫不决 临时打来了电话 雨季欢快 如烟 我来接你下班了 柳如烟先是高兴 又迟疑了下 阿迟 我得先回家看看 啊 姬哥还没有原谅你吗 临时略微惊讶 姬哥也真是的 气性怎么这么大 这都两天了 还没消气柳如烟脸上的脑木 一闪而过 恨声道 他最好是死在家里了 否则我不会原谅他的 如烟 要不然我接你去给姬哥道歉吧 撤我也不要了 你们两个别因为我吵架 我才不跟他道歉 柳如烟冷声道 不过 有些话我确实要当面和他说清楚 免得他觉得我们占他便宜 临时居然答应了 我感到震惊 不知道他又打什么主意 他跟着气势汹汹的柳如烟 就在即将踏入单元门时 忽然唉呦一声 抱住了肚子 柳如烟立马扶起他 满脸担忧 阿迟 你怎么了 没事 我这位是老毛病了 他面色惨白 整个人摇摇欲坠 四强忍着疼痛 没关系 忍一忍就好了 这怎么能行 柳如烟搀扶着他 数落道 你肯定又忘记吃饭了 我们赶紧去医院 别强撑着凌池面色苍白 努力露出笑容 没事 我自己能处理 你赶紧上去吧 柳如烟不由分说 扶着凌池往回走 你不用管他 就爱自己作死 我看他还能做到什么时候 他只需要上楼 就能看到我惨死的样子 可他因为凌池装病 硬生生没有迈出这一步 我感到无比的讽刺 柳如烟啊柳如烟 我们三年的感情 比不过凌池的一句话吗 到了医院 柳如烟怒指说 都是我把凌池 气到生病住院 还保证一定会让我 赔偿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 对三年的男友乐于相向 对这个所谓的男闺蜜 却关怀备至 柳如烟 你真够可以的 凌池打点滴 柳如烟跑前跑后的帮忙 还去附近买了热粥 一口一口喂给他喝 他说出来 这是凌池的女朋友李念 以前听柳如烟说过 李念的性格非常泼辣 把凌池拿捏得死死的 他为此还很不满 认为李念根本配不上凌池 此时在这看到他 我就感觉是 替我收拾这对狗男女的 李念气势汹汹 拽过柳如烟就是一巴掌 贱祸 柳如烟猝不及防 手里的热粥洒了一身 反应过来后尖叫着扑过去 你敢打我 你疯了 打的就是你 李念丝毫不处 几下把他推开 又一巴掌甩到他脸上 让你犯贱勾引别人男朋友 小三当上瘾了是吧 柳如烟哭嚎着怒骂 被李念按在地上打 拼命挣扎脸都被打肿了 我看得兴致勃勃 凌池完全呆住了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急忙上前拽住李念 念念 你误会了 这是我朋友 误会什么 你当我眼瞎 李念一巴掌抽在凌池脸上 骂道 凌池 你真够贱的 在我脸皮底下勾搭着小三 柳如烟一看凌池挨打 扑过去撕扯李念的头发 你当自己是什么好东西 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 就嚣张跋扈 你配得上阿尺吗 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凌池在旁想拉架 却无从下手 直到赶来的护士 把两个人拉开 医院的桌间戏码并不常见 惹得周围人围观 柳如烟被打得鼻青脸肿 被护士按住 仍在声嘶力竭怒骂 李念冷着一张脸 走到凌池面前 抬手狠臭了他一巴掌 力道很大 凌池亮呛一下 脸很快就肿了 凌池 我们完了 念念 别 念念 凌池顾不上自己 连忙去拽他 哀求道 你误会了 这是我朋友柳如烟 你见过的 李念甩开他 指着柳如烟的鼻子骂 误会什么 明知道你有女朋友 还死皮赖脸住在你家 不是小三是什么 我最讨厌你们这些 打着闺蜜称号 做精龌龊式的狗男女 凌池脸色变了变 看了眼柳如烟 念念 柳如烟只是因为 和男朋友吵架赞助 我已经让他尽快回去了 阿迟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柳如烟不可置信 满眼泪水 明明是你说 柳如烟 凌池立声打断他 我是看在双方父母 都认识的份上 才收留你 你不要让我为难 围观人看向柳如烟的 眼神各异 这小姑娘是小三啊 还住到人家里去 真不要脸 就是 人家女朋友都找过来了 还有脸狡辩 要是我早就无地自容了 人要脸 还真少见周围的议论声 让柳如烟经不住崩溃痛哭 阿迟 我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可以这样 凌池没有管他 而是追着李念的脚步 念念 你别生气 我知道错了 念念我看着想笑 柳如烟到现在 都不知道他这个所谓的男闺蜜 是残忍杀害我的凶手 这两人一个蠢 一个狠 都同样的恶心至极 我眼瞎没能早点看清 这才落了这么个下场 只恨自己不能化为厉鬼 掐死这对狗男女 柳如烟狼狈地出了医院 手机被摔坏了 一只黑屏 他尝试了很多次 最后嚎啕大哭 纪伯达 我都被人欺负了 你在哪 纪伯达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小心眼了 身无分文 无处可去 他徒步到达我家楼下时 天已经黑了 我跟在他身后 见此情节不由靠近一些 想近距离看他见到我惨状的表情 那一定很好笑 柳如烟闷头上了电梯 要是早就被他弄丢了 于是开始敲门 用那种高高在上的语气 纪伯达 你开门 我让你开门 你耳聋了吗 纪伯达 你死里面了吗 他有些气急败坏 一个大男人就这么小心眼 不就是一辆车吗 你重新买一辆就好了 我看你就是诚心想让我为难 他像个跳梁小丑 不停地跳脚怒骂 最后还是对门邻居看不下去 提醒道 这乎这两天都没人出来 实在不行 你叫个开锁公司看看呗 叫什么开锁公司 那不得花钱了 柳如烟美好气道 他就是小心眼跟我闹脾气 故意不给我开门 你看你这人说话多充 万一人在家里出了什么事怎么办 柳如烟犹豫了下 最后开口接电话叫了开锁公司 我死在家里两天 只要门一开 味道就能散发出来 那个惨样 估计能把他吓死 我越想越激动 迫不及待想看接下来柳如烟的反应 开锁师傅来得很快 放下工具箱准备开锁 就在这时 电梯门开 凌迟面色焦急地出现 冲过来一把将柳如烟抱在怀里 如烟 太好了 总算找到你了 柳如烟愣了下 随即把他推开 红着眼圈道 给我放手 凌迟 我对你这么好 你居然这么对我 你还有良心吗 如烟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千万别气坏了自己 我是有苦衷的凌迟温声细语哄着 你也知道 李念家里有钱有势 我要是把他得罪了 就别想在这混下去了 他的表情哀伤 要不是因为这里有你 我早就去其他地方了 如烟 这么多年了 你还不懂我吗 那你也不能任由他这么羞辱我 柳如烟哭的梨花带雨 被凌迟抱在怀里哄 凌迟残忍杀害我 还能若无其事地 在我家门口和我女朋友抱在一块 我真有点佩服这人的心理素质 午夜梦回 当真不怕鬼敲门吗 俩人旁若无人的拥抱 开锁师傅满脸尴尬 姑娘 锁开不开了 先不开了 麻烦师傅白跑一趟 凌迟抢先回答 也不管开锁师傅的抱怨 在哪 柳如烟立即追问 骂道 为了一辆车跟我闹别扭 还有心思出门 原本你们两个的事我不该多嘴 但这次几个真的太过分了 凌迟顿了下 满脸为难 我看到他和一个女孩子 在商场逛街 我气笑了 他这是迫不及待 往我头上扣屎盆子 生怕柳如烟闯进来 看到我的惨状 凌迟这个人 平时看着闷不吭声 丧心病狂起来 还真是有一套 柳如烟当即冲过来 疯狂砸门 破口大骂 怪不得和我冷战 原来是因为有别人了 他眼圈泛红 好似受了天大的委屈 生死历劫地哭吼 我和你在一起三年 从没对不起你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居然这么对我 是啊 在一起三年 回想这三年时光 大部分都是我付出 只因他一句父母重男轻女 我就把我认为最好的统统给他 结果呢 换来了什么 凌迟是杀人凶手 他则是无底线无下线的帮凶 动手的没动手的都是凶手 柳如烟在门口大吵大闹 被凌迟连哄带拽地拉走 直到坐在车上 他才崩溃痛哭 凌迟满脸心疼 帮他骂我是个狼心狗肺的渣男 我在一旁看得索然无畏 不知道这场闹剧 什么时候会结束 我死后的第三天 我姐姬桑找上了门 我恍然想起 原本和她订好要回家 她应该是打我电话不通 这才亲自找上门 酒窍门无果 她果断叫了开锁公司 门打开的瞬间 一股带着血腥的臭味扑鼻而来 开锁师傅当场吐了 姬桑面色惨白 扶着墙走到卧室 看到我惨不忍睹的模样 呆愣过后 嚎啕大哭 我的死亡得以公开语重 姬桑报了警 打电话给柳如烟 却被多次拒接 多次之后才终于不耐烦接起 你有什么事 她平时很客气 姬桑愣了下 猜哑着嗓子道 如烟 姬伯达出事了 她这两天没和你联系吗 那你问她 问我干什么 柳如烟没好气到 就她那种没良心的人 能出什么事 如烟 我不知道你和姬伯达怎么了 姬桑皱眉 她在家被人杀害 已经死了两天了 柳如烟愣了下 随即冷笑 怎么可能 我朋友昨天还看她在商场和小三逛街 你为了替你弟弟开脱 也不用这么离谱的理由吧 姬伯达真的已经出事了姬桑强调 你哪个朋友 在哪个商场看见她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柳如烟监刻道 你告诉姬伯达 不用在大费周章了 一次不忠终身不用 我不会再原谅她了 好一个一次不忠终身不用 她和凌迟不清不楚的拉扯 是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 你到底能不能听明白我说的话 姬桑也怒了 我说姬伯达已经死了 死两天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弟弟这样 你还有脸对我大呼小叫 柳如烟监刻怒骂 爱装死是吧 那就让她去死 赶紧死 说完 直接挂断电话 我被她这一系列言论震惊到了 没想到她连求证都不肯 就一定认为我是装的 平白无故被扣了出轨的屎盆子 还被咒骂去死 不知为什么 我已经不生气了 反而觉得很好笑 笑她也笑我 愚蠢而无知 被耍得团团转 舔狗不得好死 这话对她也对我 姬桑再拨过去 已经被拉黑了 她气得浑身发抖 蹲在楼梯间崩溃痛哭 小时候调皮 她一直帮我善后 本以为长大后能多帮帮她 没想到现在死了也要麻烦她 我有些难受 连安慰也做不到 只能眼睁睁看着 仇恨有了具体化表现 我希望他们两个不得好死 警察找上门的时候 是柳如烟开的门 见门外的好几个警察 以及姬桑 先是愣了下 随即怒道 有完没完了 闹这么一出大戏 我还真是小瞧你们了 姬伯达呢 让她滚出来 姬桑冷冷开口 姬伯达死了 还骗我 柳如烟嗓音尖刻 你告诉她 除非她愿意下跪道歉 否则我不会原谅她的 你还想干什么 姬桑上前一步 逼得她后退 我说她已经死了 你耳聋了 柳如烟尖叫 姬伯达 你死哪去了 你就这么让你姐欺负我 说实话 我真感觉她现在这样子 像个神经病 你是叫柳如烟是吧 林池是你朋友 警察出示证件 公事公办的模样 我们现在怀疑 她和一起入室杀人案有关 麻烦你也配合调查一下 柳如烟愣了下 姬生叫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她看向姬桑 怒骂道 你为了替你弟弟出头 真是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姬桑气急返笑 警察的话你都不信 不是蠢是什么 警察又上前一步 压迫感十足 冷冷重复道 麻烦你配合调查 柳如烟原本满脸不愤 此时硬生生被逼退 再看这几个满脸严肃的警察 终于意识到这真的 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 怎么可能 阿尺明明说 话到一半就说不下去了 大概是忽然意识到 除了从林池嘴里听到的 她这些天根本就没有见过我 姬桑冷笑 你男朋友被人杀了两天 你都不知道吗 柳如烟嘴唇颤抖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看着她此时的样子 竟莫名地觉得有些好笑 柳如烟被带回派出所 当被问到 林池和我有什么矛盾时 她一个劲地摇头说不知道 对于最后一天和我见面的事 也吞吞吐吐的 只说是和我闹了矛盾 我心中讽刺 原来她自己也知道 当时跟我提的要求有多无理 警察相互对视 就让她先回去 并且一再告知 如果有林池的消息 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 柳如烟满脸惶恐 连连点头 出了派出所 一眼就看到 纪桑正等在门外 柳如烟 纪伯达可是你男朋友 他现在死了 你不去看一眼吗 我不去 他死了又不关我的事 柳如烟嗓音尖锐 我承认之前说的话有些过分 但我就是说说而已 谁知道他真的死了 我告诉你纪桑 你约有头债有主 是谁干的你找谁 可别想牵扯我 说完这句 也不等纪桑反应 急匆匆地离开了 纪桑站在原地 冷冷看着他 直到远离了派出所的范围 柳如烟才抖着手 给林池打电话 但却始终没有接通 他不停地拨打 嘴里念念有词 快接啊 接啊 阿池 快接电话啊 林池这两天 开着我的车招摇过市 找他那些狐朋狗友炫耀 现在应该是已经察觉到了 这才躲了起来 三言两语把柳如烟骗得团团转 杀了人还不慌不忙 拿走我的车钥匙 真不知道是该夸他勇敢还是蠢 柳如烟慌张不已 生怕祭桑在身后跟着他 直到在外转到天黑才回去 他不敢回我们的家 又无处可去 只好又回到林池的出租屋 灯一打开 就看到一个人正坐在沙发上 他尖叫一声 下意识地就要跑 却被林池几步冲过来 一把捂住嘴 恶狠狠道 你叫什么 柳如烟惊魂未定 好不容易缓过境 立即拽住林池的胳膊 阿池 今天有警察上门 说纪博达被人杀了 他们怀疑是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烟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 你信吗 林池面色苍白 我想上门跟他谈谈 没想到他嫉妒我和你的关系 上来就打我骂我 我一时气不过 才和他动了手 我以为他只是晕了 谁知道他就这么死了 如烟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阿池 你怎么能干这么冲动的事 柳如烟有些焦急 你想要那辆车 我会和他说的 再怎么样你也不能杀了他 我也不想的 事情已经发生了 林池一把拽住柳如烟 恳求道 如烟 我不想死 求求你救救我吧 你杀了人 让我怎么救你 柳如烟气愤不已 一把甩开他的手 你知不知道 今天警察叫我过去 问了很多你的事 还说要是有你的消息 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他们 我真的知道错了 林池说着就跪下了 求求你了 如烟 你就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份上 帮帮我吧 柳如烟竟然心软了 你让我怎么帮 你去和警察说 是你让我去教训纪博达 没想到我会失手 只要能够证明我是被你指使的 说不定我就不用死了 林池拉住柳如烟的手 如烟 只要你这次能救我 我以后保证给你当牛做马 我会对你负责的 我一定会娶你 好不好 林池 柳如烟气急败坏 你还有没有良心了 居然想让我替你顶罪 不是顶罪 我只是想让你帮我分担一下 林池也生气了 再说了 要不是你没和纪博达谈妥 我也不至于这样 你就敢说 纪博达的死你没有责任吗 人是你杀的又不是我 他气得发抖 一把拽住他就往外拖 你现在就去自首 我会帮你说好话 你怎么不去 纪博达可是你男朋友 林池一下将他甩开 怒道 柳如烟 这么点小事你都不肯帮忙 我看你从开始就没安好心 林池 你怎么能这么说 柳如烟气到掉眼泪 我为了你做了那么多 现在你却反过来怪我 那是你自愿做的 林池恶狠狠道 口口声声为了我 谁让你做的 你少在这自作多情 要不是因为你的态度 纪博达不会死 话音刚落 柳如烟一巴掌打在他脸上 声嘶力竭 林池 你混蛋 林池被他打得亮呛 似乎是没想到他会动手 反应过来后一脚踹过去 你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竟然敢打我 柳如烟被他踹翻 尖叫着扑过去 林池 我为了你什么都没了 你居然这么对我 两个人扭打成一团 但由于力量悬殊 柳如烟根本不是对手 很快被按在地上拳打脚踢 此时的林池 已经完全暴露出原本的面目 丝毫不顾及之前的勤奋 下手非常狠 柳如烟鼻子被打出了血 糊了满脸 整个脸颊全都肿了 别打我了 求求你别打我了 我知道错了 他哭得喘不上气 林池 我答应你 我什么都答应你 林池又一脚狠踢过去 看着惨毫不已的柳如烟 哈哈大笑 柳如烟 你真是欠打 早这样不就行吗 我看着被打到鼻青脸肿的柳如烟 还有一脸得意的林池 不由觉得有些失望 只有这样而已吗 不够 应该遭受更加惨烈的报复 该为我的死不明目付出代价 临时教训完柳如烟 大摇大摆的去睡觉了 徒柳如烟缩在角落 浑身都在不停发抖 嘴里在反复说着什么 我凑近过去 听见他说 纪伯达 纪伯达 是我错了 是我的错 眼泪从他的眼角滑落 混合着血污 他抬手擦 怎么也擦不掉 直到这时 我才听到他乌叶的哭声 对不起 纪伯达 对不起 从前但凡他掉滴眼泪 我都要心疼半天 虚警看着他这副模样 内心却毫无触动 为了这种人渣 辜负我的真心 甚至纵容这个人渣 将我该死 一切的一切 都是你旧游自取 柳如烟哭了很久 从开始的崩溃 到后来的默默流眼泪 直至最后望着天花板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他的眼睛里透出来的 是一种死寂的灰 大概凌晨四点多 他慢慢爬起身 出了门 我跟过去 发现他是朝我家的方向去的 站在楼下 抬头望着我家的窗户 他并没有上楼 只是默默看了很久 直到天门蒙亮 他才转身离开 我以为他会就这么走了 却没想到他竟又回了凌晨家 凌晨仍在沉睡 他慢慢走到床前 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从工具箱里拿出了锤子 对着凌晨的脑袋 比划了几下 忽然说了句 是这里吗 我隐约明白他想干什么了 凌晨被一阵碎碎念吵醒 正举着锤子 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他吓得大叫一声 柳如烟 你有病是不是 是这里吗 柳如烟指了指他的脑袋 你是怎么打的计不打 我靠 这他妈关你什么事 你在发神经 我 话还没说完 柳如烟对准他的脑袋 一锤子砸了下来 这一下有些偏 直接砸到了凌晨的肩膀 他疼得惨叫 踹开柳如烟爬起来就跑 柳如烟紧跟其后 猛地又一锤子砸在他的后脑 凌晨只来得激发出一声闷哼 就摔倒在地 在逐渐模糊的视线中 看到是狠狠朝自己砸来的锤子 血液似箭 喷溅到柳如烟脸上 他全然不顾 一下又一下砸在凌晨头上 嘴里念念有词 是这里 是这里 他好像疯了 我远远地躲在一边 看着已经被砸得像烂西瓜似的凌晨 觉得一阵恶性 警察闯进来时 柳如烟浑身是血坐在地上 旁边是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 他看到警察进来 竟然还黑黑笑了 他杀了纪伯达 我要让他血债血长 甚至被警察按在地上时 他还在疯狂大笑 凌迟 跟我一起下地狱吧 这件事轰动很大 警察对这起案件定性为 报复杀人 至于柳如烟的精神状况 还需要鉴定 我的尸体得以火化 下葬那天 寄丧抱着我的骨灰哭到崩溃 他一直在说 纪伯达 你好好看着 害你的人已经下地狱了 你看到了吗 是的 我看到了 我在落日的余晖中 全文完